近段时间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演戏攻略,可是出了宫里的女人粉白戴绿,杨还看到一个也很注重外表的人,居然皇帝也做了整形,饰演皇帝的演员叫聂远,算了杀是很资深的演员了,看过古装剧的可能都知道她,以前就是这样,长相正派,属于鲜肉帅气那挂的。 当时下河角比较明显,之后的聂远明显变了一样,咱们来看一下前后对比,你们说这下河谷到底该不该削呢?正面看到两三变窄,杨觉得没啥必要,削了,也还行吧,杨还发现她还似乎动了鼻子,鼻根起点,鼻梁高度,鼻翼宽窄似乎不一样了。 回到第一张图,不过,由于光线的原因杨不是很能确定,杨发现出了前面说相和有变化,鼻梁高光打的不一样之外,其他如鼻根起点,鼻翼宽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。 严谨的杨经过仔细比对,认为鼻子没有动过手术,很大程度上是妆容和光线的原因,要说他当初可是差点与黄X名抢到神雕杨过的角色的咖位呢? 当年火爆的人气小声,后来怎么掉到N线了,而且据媒体爆料念远肖像和角,是为了和小明争夺杨过一角,当然在十几年前整形接受度还不那么高的时代,他本人和经济公司也是极力否认,也有说法是本来他才是杨过的第一人选。 而小明据说,在第一轮就被张细中给拍了,之所以最后念远落逊,大家都相当然都认为,另一位是被靠华语,才能拿下角色,念远大受打击,才痛下决心去萧谷的。 在这之后,也就有了前面媒体开始疯狂报道,念远未演杨过小谷的新闻,不管原因如何,结果是他即使萧了谷以后,仍然接不到能让他爆红的角色,接连参念的几部大剧,收拾和摆想都不尽如人意, 而之后步步惊心的角色更是让人惋惜不已,是自己不给力还是运气释然,不仅事业没有起色,还频频传出于女星的绯闻,而说起念远跟胡可,阿娇,现在的这段,爆料人正是念远当时的前女友,刘云,可根据时间线来推算,刘云早在出面爆料之前,就已经跟现在的老公正军认识了, 那么她会在这个时间里,突然跑出来爆料,也是真的很可疑了,念远本人的回应,也算比较靠谱,也是因为被扣上了花心渣男的帽子,才让明明应该避免恋性曝光的念远,身为当红小生却选择了遭早的步入婚姻家庭,08年,念远跟当时的同门师妹王慧结婚,王慧本来就凭借上年王里的百速圈了不少好感, 两人的结合在当时也收到了很多粉丝的祝福,合婚后没多久,念远就又开始频频被爆出出轨的消息,其中甚至还不乏出轨的丑闻, 你死养觉得黑生这样就真的有些黑过头了,仅凭一张酒后失态的照片,就要念远被郭同兴取向, 冤屈程度简直能跟张艺山有一拼了,谁知在十五年又爆出念远大人事件,让他名声扫地,就为了帮朋友出头, 将八生口角的司机打了一顿,念远最后不仅要赔付五十万,还被判处了七个月的有期徒刑, 简直是彻底糊了,要知道念远当时才刚刚跟伯纳牵线了经济运,就要面临牢狱生活,拍的几部剧也都因为干上了广电针对烈基因人的封杀令,而无法播出, 所以损失惨重的伯纳在念远出狱后,就申不解约了,或许是经历了种种考验与磨难,重新复出的念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, 并在微博发表了长蓝痛诉自己的过错,随后,香港导演王金转发念远道歉信,并鼓励念远用好的演出贡献社会, 念远,在孤王的合作中,我认识到你是条有奥义有正义感的汉子,人谁无过,只要寂静不再犯,我相信大家会重新认可你, 加油,用好的演出在贡献社会,我相信你行,再加上他积极健身, 恢复形象,这种诚心悔过的态度,也让他得到了驴正的青睐,心虐的一线, 眼睛好偏仇低,就这样出现在了《演戏攻略》里,也因为这部剧《二次翻红》, 十五年后的眼前楼,也算是迎来事业的高峰了,据说在志中自恋不黑近冷淡, 还喜欢亲手检验妃子有没有整容,调戏法的时候各种吐槽, 见到瘦的,今天风这么大,站着应该挺费心的吧,见到胖的,这一日是要吃午餐吗, 见到黑的,这每天是顶着酱油晒,太阳的吧,提完奏折准备回寝宫休息, 却乍然听到影人半夜唱歌,一个精心打扮的女子正在树下唱歌, 旁边的总管赶紧助攻说皇上你听,唱得多好听,皇上也很老套的走了过去, 询问女子这词是谁写的,书贵人喜笑颜看,骄傲的介绍说,这是自己所做,皇上称赞,恩,意境很美, 谁知,皇上下一句就说,可此处并无柳树,你看着满目的凤竹唱柳树,是蠢还是瞎啊, 话重点,是蠢还是瞎啊,没看见美女瞪大了眼睛瞧着您吗,你喜欢唱歌,就在这里唱一整夜好了, 哈哈哈哈为何会有如此奇葩的皇上,后来观众才知道,皇帝对选秀和言语如此不上心, 原来是因为她心中只有皇后娘娘,是不是很特别,还没追剧的朋友们,还不快起来追起来啊, 看了皇帝秀了一波恩爱,这些女们也不甘示弱,七夕就要到了,如何向暗恋对象表白,第三的朋友都被暗恋对象聊到, 最后的课并标准处的原因是邀请养, 和女生议手望遠足处的原因是, 最后的课并不明的谢谢对象并不明的凤多, 我们聊不明的课并不明的课并不明的旅程,